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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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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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感SIR 早晨 各位网友 早晨 早晨 又來到星期一的民感期權舖 好了,我們回來再看看港股 港股又回到現貨的開市位 期貨都跌150點左右 先問一下民感想,港股怎麼看呢? 港股星期五晚已經跌下來了 跟暗殺大行動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因為上星期五一抽到184 夜期都上升到184 今天最高是18270,現在是18220 市場沒有什麼方向感 力度就不夠,如果力度夠 也有一點條件升到高一點,都是接近18280 大約280就有些吃力 來到這裡要休息,這口氣我不知道他休息多久 因為你知道了,這個星期就有很多東西 有三中全會 剛剛今天,晚一點 今天他還沒出現,可能是晚一點 可能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會出GDP 剛剛出了 剛剛出了 這個GDP4.7,預期5.1是比預期低 工業生產指數就好 比預期4.9,出5.3 比前值5.6低一點 好像一般的數字 數字就是一般,上個禮拜都出了一些 出入口 出口好了 入口就越來越來 購買一顆樓,就不記得購買一顆樓 越來越矮 出口好了 出口對板的 但是入口不好呢 就是告訴你 你經常跟別人說 內需消費 你內需就當然要有東西入口才有內需 你自己中國製造嗎 入口不行,內需消費肯定不行 這個就打了一點折扣了 跟著他那些什麼 M123,諸如此類的貨幣 那些又是媽媽的 那些貨幣供應又是媽媽的 今天出口的GDP 又是 吳多魯麗 4.7 我們想要你5.1 4.7 不過不要緊 接下來 三中全會 有很多大的政策 各樣東西要落實的了 有多少大政策要落實呢 今晚 敏感度呢 跟大家關注一下 三中全會 關於生產力 那些什麼城鄉土地改革 那些諸如此類 那些今晚 今晚談一下 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怎樣搞法 國內就這樣了 跌多了 現在的期貨跌 跌兩塊了 你的GDP 你要記住 我們看到這些 傳動到市場 你猜要多久呢 話馬秘密給你聽 多久啊 兩分鐘 我出了剛剛兩分鐘 是兩分鐘的嘛 你猜假的嗎 剛剛我說的時候就出了分多鐘 然後看著說完之後跌到幾十點 就是兩分鐘 是兩分鐘 正常是兩分鐘 所以呢 有時候你看到那些數據 你打算去做事呢 你不要以為做了沒有反應 是會慢的 千萬不要以為 一出數據那個數據 你看到不對板 應該對它 它可能會夾你上去 因為 在這裏交換的那些盤 還沒有交換你那個數據 嗯 兩分鐘後呢 沒有點你的 真的兩分鐘 兩分鐘後呢 他們 剛才那些不對板的 那些人見到 哇 GDP不對板 那當然是在賭 那些盤就來賭了 賭了 賭了幾十點 來賭的時間呢 那我們第一時間看到的那些 就在這裏 什麼呢 吃虎了 因為我之前對了嘛 是啊 因為散戶是會兩分鐘後才來對的 是啊 真的很對 時間很問合啊 現在是跌定了下來 又彈回十幾二十點上去 吃虎了 那當然啦 因為 市場永遠都有一班人 在資訊不對稱之下 啊 就拿你少少著數 不是很多的 十幾二十點而已 一張 你又不知道他做多少張的 所以呢 一張大騎到成千元啦 二十點 一二百張都可能有的 通常都會這樣的 那麼打完一架票呢 他等一下呢 又按回今天那個pattern炒的了 因為 因為你這些呢 是即市反應 因為 你的大市呢 是在炒什麼呢 炒你這麼多隻股票 你即市反應呢 是炒啊 你有個這樣的消息 不是很對板啊 咕咕他 或者渣渣他 或者 我渣了不對板 走 那麼這些呢 就是 即市的反應 那麼這些反應呢 十分鐘八分鐘之後呢 那又炒完的了 那個gdp 那炒數據就是這樣炒的了 嗯 好了 這個就是這個節目才有 是啊 是啊 看此來講 極短線 就是你 剛好我剛才一講gdp 我就 就告訴你平時 就是我一看到gdp 那我就做事了 那麼跟著我就告訴你 兩分鐘後 那個市場是有反應的 因為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麼 當它炒完了 今天股票呢 就是你知道啦 跟你說說我們這個香港 不是香港 就是我們亞太子 中國和香港 就算我們有十 就是有這個什麼三宗傳媒都好 都有一些心裏面呢 有條字呢 就是 特朗普 強勢回歸 對呀 fight呀 害怕的呀 都重要呀 那些貿易戰呀 關稅呀 想起這些東西 不用怕呀 贏呀 現在它那個 民調已經去到七成多了 選到 選到總統 嗯 不用想的啦 一定選到的 就是 你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有沒有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途倒戰役呀 有看過那些紀錄片呀 那它有一張很經典的照片 就是美軍在那裡插旗的 是啊 在黃岩島舉了那支旗 我訂了照片嘛 昨天特朗普 中原槍 他還要站起來 遞好他的拳頭 那張照片還要一拍上去 他有一支美國旗在那裡插旗 哇這些真是 真是 很經典呀 這張照片就真是 我覺得 也都不得不佩服 特朗普 中原槍出來之後 還可以做過這樣的表現 不是啦 這些 所以 所以不用選的 立刻選他 美國大美國主義 這些全部都出來了 美國人就是要用這樣的精神 牛仔呀 西部呀 全部這些 開荒者精神 什麼精神都出來了 大美國主義都出來了 那你 你沒有了 你難道找個老人家 不知道說什麼代表美國人嗎 那所以 這個就是高下立見 所以特朗普的人 一來他自己 過去在商場也好 在習慣對慣了一些媒體也好 所以他真的很知道 每一分 還有你還要害怕的嘛 被人射一槍 你還不知道 當時的事情 槍手處理了沒有 你還處了危險的期間 是啊 你還隔你頭一個槍手 再補槍怎麼辦 幾個槍手就投了爆了 他都出來拍到一張這樣的照片 又 沒得談 真是沒得談 所以 今天早上回來 16點多鐘已經隔起床了 看看開什麼 嘩 完全 美股 一開標上去 然後就在高位就慢慢慢慢慢慢走回來 現在又慢慢慢慢 因為這麼巧 今天日本就放假 是啊 日本放假 變成一個匯市 海洋日 就變成剩下了一點 因為 我們不知道日本怎麼交易的嘛 最初 放假 放假 看一看 那個日子 那晚一五七幾 現在一五八幾 那就差不多了 整天都跟大家說 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有 星期五那天 我好像在東方 告訴他們 今晚還有一夜 他們都沒有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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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全部結束了 那個圖我都截起了 可能今晚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些做事的圖案 你們真的一定要記住 你記得了它一個圖案 你第一柱走掉了 第二柱走掉了 第三柱你一定買到的 你不多 一五九跌回到一五七 你二八點裡面 你賺一八點 我真的捨得這樣 爆彈一定可以 所以 就是 累積的 投資經驗大家都要累積的 好了 美金美匯 一零四個二 跟上個星期一零四個二是一樣的 看看其他匯呢 歐羅一零八九零 那天一零九 沒有什麼變動 英鎊一二九六零 一二九七零 沒有什麼變動 是那個日圓呢 就下降 你知道呢 你是不是都跌一下 就是那個日圓習慣是跌的 嗯 它現在是有人干預了 它才會升的 那現在最好等什麼 等它跌回到一六零 跌回到一六零 為什麼不用我教的呢 賣一點點 是 然後就等它干預了 干預 它幾次呢 幾次都是去到哪裏 一五七 如果再爆穿一五七才行 如果爆不穿一五七呢 就是一五七的了 就是它干預下去都是一五七幾停了 一五七 我看一看一看一五七幾 一五七三零 就是一五七三零那些位置 差不多 其他的那些商品貨幣呢 是我的澳洲就强一點 澳洲呢 好像是想挨過去零點六八那邊 加拿大呢 一三六半又縮一點點 它又不肯升穿一三六 加拿大都是說幾次了 升穿一三五八你才追 Buy stop的這隻東西要 一三五八Buy stop 一三五八Buy stop的 不用 就是它不升穿的 不用追的 紐西蘭又是 因為它意識完之後 它就 夾夾地 夾夾地又不用心急了 商品貨幣是盯着澳洲 澳洲它 它應該試幾次才試得穿零點六八的 我們等的 人民幣 強啊人民幣 特朗普 第一槍是727 727 那就差不多了 7.25到7.33 跨了沒有什麼大方向 是 有網友呢 接下來這個星期 歐洲央行 歐洲央行儀式 有網友說 歐元什麼位可以買 想去旅行 歐元什麼位可以買 前提去旅行 108 1080 要買了 是 前提要去旅行 你去歐洲哪裏玩 很好玩啊 我現在深思思 我都想去歐洲 是 因為真的很好玩 你早前才去完 就是去完 我打算過去住 我打算過去住 我住在教主家裡的車房 他還有一個花園 我告訴你 他玩了一年 一個花園 第二年 一定不要坐在那裏 哪裏是石屎 當然啦 懶得搞啊 當然啦 他一年回去兩次 誰搞啊 他老婆搞啊 叫他兒子 叫他兒子 他兒子坐在那裏 大多一點 跟金髮女郎去喝啤酒 第二天阿耀詹回來想跟他聊天 你不要經常回來 你妨礙著 他兒子說 哈哈哈哈 是 好 看回商品 是 那個金 凡是這樣的 這樣的 突發事件 就通常地緣政治緊張 因為金是有的 不過 但是這陣子的金已經高了 上到2400多 今早上 他上個星期五 跟今早都是差不多的 他星期五收什麼 他年貨 金收11元 今早上開10元 錶一錶上去18元 沒有了 金也沒有錶過 我今早上見過 其金就飆了一下 其金就飆上去240 2420 開19飆上去20 然後下回來09 那支針是因為他插得低 不是他升得高 今早上的金就發了一下 真的只得了一下 沒有料到 金來到這些位置 大家都保守了 不肯買 不肯買 是 每個人聽到這些消息 高位是食糧的 走的 這麼快 是在區間頂的 是 準備好像爆上去的格 是嗎 先看看 看看他 金其實還了 即是 金還了一段長的時間 是的 兩個多月 爆穿了2380 上到2480 2480 應該要 要休息 28到36 頂穿才行 2428 到2436 頂穿 金才走上去 頂不穿 那邊是跌下去的 第一站09 今早上試了 怎麼做好呢 今天都是低賣 第一個位 買去今早 就 02 24 03到09 就是 第一個位 第二個位 就2386 到2393 嗯 你是分兩柱 嗯 啊 你 你03到09那柱 是小柱 嗯 或者你 你心急你就03到09買吧 嗯 你如果是 穩陣呢 86到93買呢 如果買到就舒服 嗯 這個位買到就好一點 嗯 分開兩柱就穩陣 都是低賣 低賣 低賣 嗯 反而銀呢 他真是 健坤大萊兒上了32元 跌過了 31元 30元邊編 現在走上來31 1個1 今早上買上來的 是 亞洲本時段 31個1 30元08、09那些位是不怕買的 嗯 買就30元7號 到30元8號 嗯 低賣 低賣 股呢 股呢 就31個4 到31個半 嗯 就炒住這個 Range 嗯 嗯 銅價會不會好一點呢 大陸又開始開會了 今早亞洲盤都是買上來的 那個銅 開始是蠢蠢欲動 上個星期告訴你 銅又反過來買回頭嘛 現在455 附近買呢 銅就現在說459、460 455看有沒有啦 如果銅低賣 455買 銅低賣455那些位 是啦 四個銅買 嘩 那看那些爛銅、爛鐵線 爛鐵 有啊 爛鐵 嘩 又升14.5 840元 22.65 是啊 他真是 22.36 22.36 看錯了 看錯了就是華潤電力 剛才是21.8元而已嘛 剛才是21.8元而已嘛 我說沒理由啦 怎會炒鋪那麼多水呢 看錯了 原來 低調呢 真是你有 閒錢是最好買低的 舒服啊 舒服啊 不用捱的 跟著就順便說那些 尼曬普那些 特朗普中槍 全世界升 升比特幣 嘩 外面那些頭條全部都寫 Trump Trail 嘩 特朗普這件事件發生之後 比特幣 有一次炒爆上了 6萬元 6萬1千5啊 現在 你亞洲時間 算升 今早就有6萬元左右 現在6萬1千5 那 之前跟你們 告訴你 我很少 跟我們說一句話 跟我們沒有關係 即是不說 說了今天不說 他們 不下廣告 真的不說 那些現貨 ETF 你們跌下來 真是賣一點 你來回這些位 你看到他的 5萬多 上回到6萬多 上到這些位 我建議沽 7% 沒有個號碼 是啊 起碼7% 每一隻 是的 全部 比特幣 也升7% 也升7% 以太平 也升6% 的ETF 那麼大家自覺自覺精彩了 即是都要 來到這些位置 要吃點刁糊 要吃點刁糊 就 低位 但是他 他 你知道那個比特幣 是真是波幅大了嗎? 可能過兩個星期確認了 即是今晚 這個星期 共和黨大會確認了特朗普斷總統 那些東西又回了一陣 之後才會再炒呢 不知道的嘛 你可以考慮 6萬2 最簡單的 就是給自己一個定額 6萬2 和3300 不要了 3300 都到了 很快 6萬2 都很快而已 現在差300多元 比特幣 三萬就到了 還有你要記住 你要熟悉這隻東西 他們下午 下午會在市場做的 他們這些 那些發行商 可能買得 很多人買 那他就要去買一些比特幣 或者他們 總之他們 他們的動作 好像一天 是做一 一至兩次 所以 你們可能下午的價格 可能會高一點 那你下午會沽 不理他了 Trump trade 我今早就看到一個Trump trade 什麼Trump trade 天烈器 天烈器 特朗普就很反對 用環保 很能源 尤其是天然氣 因為我很記得的 特朗普 當他做總統那天 那時候 我就在吹天然氣 我開了天然氣過週末 那個週末就是 巴黎 那個氣候 開會 特朗普就沒有去 叫個國際去 跟著就說美國就推出了 對 跟著呢 那個天然氣 就在那個週末 跌了 二百多個 跌了兩毫多字 真是被他拿我的命 以後都不會去駕駛 過週末 今天跌了多少 天然氣 跌了七十一分 是啊 這個跌了不是很多 但是 他這麼辛苦 打他上去兩個三 他又打回 我今早上我曾經 我看他 嘩 這麼多 曾經有個衝動 衝出去 我不如真是罵 罵底 小小都放了 但是都是 罵了他都在下面 打橫行 如果 七點多 八點鐘 罵 現在 差不多 都是 都是 二 五 幾 是二五 沒什麼落 跌多一點 跌多一點 他這樣跳了下來 就是有些無辜的 但是 他原本就開始彈上去的 你再跌多一點就 駁得過 二、二、三、三買 二、三、三 低賣天然氣 那你就放了三十五點 跟著油價 都沒有什麼特朗普 自己 跌回上去 今早上是八十一個多的 低的跌過來的 他現在炒上去 八十二個多的停在那裡 在亞洲盤 九點鐘 大陸又買了油上去 八十一元 你現在留意 大陸那個patter 你買油的patter就是這樣 他一買 就一調戲買 八十一個八 買到八十 八十二個四 買六號錢 不停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trade 是這樣上的 你就信封車 嗯 一停 開始橫行在上面 那你就走 嗯 一天 大約三波 這樣的行程 嗯 你們自己留意 時間是不定的 怎知你撞到 看到那個行程 就是這樣 一級一級 小孩子上樓梯 上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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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一路買 買一個波段 買十幾二十分鐘 這樣買上去 這樣 你更 可以的 你自己留意一下 這個 這個油 那個油 上面八十三個半 都差不多 頂住的 八十三個半 菇 高菇 那個油 是 六號子stock 是 好 一種商品 我們講完 農產品 有沒有話要說 農產品 繼續沽 豆 又沽 今早一回來又沽 這些是Trump trade 特朗普要你中國買多豆 應該升了 跌 因為 個個都想了 你要我買豆 美國的商品價格上 我們這些亞洲人就去賣 跟著美國說 水 不要制住 看看有些什麼 說真的 這些玉米、大豆、小麥 已經跌到一個很低的水平 不合理 不合理 但是 市場不是跟你講道理的嘛 你記不記得我講過 講道理是哪裡講的 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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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我們這裡 是講錢的 個個在沽緊不要買 是 是 到了真的是 真的是 那些農民開始 一把火開始燒了 燒了 燒了那些麥田 打爛了那些 玉米、大豆 那這個價格就上了 因為它 只要它控制了供應 你知道很簡單的 這個世界很簡單 農民控制到供應 它要麼就在市場裡沽 在市場裡沽 不然它不想賣給你 它就 團起 團到它的倉子爆 那就自然跌了 所以 所以永遠都是炒供求的 商品 沒有炒過 今年沒有炒過 什麼埃爾尼諾 那些 其實呢 今年是有埃爾尼諾的現象的 但是呢 玉米、小麥那些 在美國 完全沒有炒過 所以大家留意 到時 我看 來到7月 即是7月都不炒 應該沒得炒 月尾還有一個農業部的 的report 那個report 就定他們方向了 嗯 未來會不會美國 哪些穀物會不會大豐收呢 知道的 應該 應該都 都 一半一半而已 一半一半 是的 因為這個都有機會影響到 它那個 未來的通脹 是啊 對 對 那大家留意一下 這一件事 好 那我們一眾商品 就很快就說完了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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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指數 有什麼問題物呢 沒有什麼問題物呢 都是問港股 回頭說吧 港股要買高它 港股跌下來了 現在在欺負你們 在欺負 200 都上不下來了 249.6 現在跌一格而已 跌一格不怕 跌一格不怕 收回到2005就沒事了 問什麼位置進去 什麼位置進去 什麼位置進去 一格不怕 一格是245 如果不是就240 但是 但是 你在這些位置附近進去 你穿239 你要舉手 238 239舉手 跌穿237 238那些位置 他就下山了 現在是駁他這一個 就是 今個禮拜內要 要收復回 今個禮拜起碼要上上個禮拜的高位過了 這樣你才安全 否則是不安全 穩陣的 就大約246元左右 你買第一注 246.5 是 然後就240 是 如果你這樣買法 不過你真是237那些位置 你真是小心 你穿237就不能買 否則跌下來 你找位了 就是我近期的低位 是啊 嗯 好留意一下 那麼 這個真的是Trump Trade D.J.T. 夜本升了7% Donald Trump那隻 當然啦 沒得談 Trump Media 夜本升7% 現在 這邊我看不到夜本的 他之前收30.089 這些真的是Trump Trade 是啊 可以談 是 好 好 那麼 看看指數 指數 指數 美股就應該繼續升了 如果現在這樣大美國主義 當然是 蹦蹦的聲 今晚 他們全部都還沒做Buy Store 按道理如果市場不行的話 就應該 撿上去 駁它縮一點下來才能買 是的 那個納子其實不是很好力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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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尾盤是要縮下來的 就是臨收市星期五 都升115點 未過之前有支大陰燭的頂 另外,道指剛剛站在四萬點上 是啊,但尾盤也是要縮下來的 市是未死的,應該是最好是降低下來的 標普升30點,道指有247點 有沒有機會低買呢? 沒有機會低買,我就要高買了 好啦,今天就做高買,真是偷贏 2179, buy order 2179, buy order 這個就是10點stop 169 stop 嗯 跟著那個納子 現在就77 納子 納子 這麼低買 是 納子就20 1 100 我先停了 205 51 不是啊 是不是真的升 我看一看一看 我看一看大市 我看一看指數是走上去走下去 他跌完那棍 是不是就是那棍 跌完那棍 就是那棍 跌完那棍就是那棍 今天就 說他一收上去那支棍頂 你就真的要小心啊 男友 兩手準備 buy stock buy stock 和低賣 不是高賣,是低賣 205 3 9 買 205 3 9 這個buy order 205 9 現在207多 ok好 buy order 是 205 39 幾點 這個39 4 4 3 85 80 80 是 跟著ES 第賣 5670 這個就近了 真是 哇 今天好刺激人 不要啦 566 566 4買 566 4買 是 這個 664 這個 都擺 10點了 道指 現在40374 可以 40390 40310 買 40310 buy order 是啦 這個就擺80點 stop 80點 上面 不用給個buy stock 當然不用了 納子 納子 是642 納子的buy stock 20642 是 是 buy stock 111 我也是不信 道指的buy stock 4011 嗯 上面 不像 上面 應該 40400 500點 樓上 480 500點 樓上 肯定我開股 你可以拿個buy stock 開淡倉 或者吃虎 吃虎 你那個buy stock 我不信它是繼續上的 在那些位置開淡倉或者吃虎 如果買到 好 看看A50 跌12點 我們的港股跌200多點 港股是否能買到那些日子 看不看呢 港股仍然在沽 跌多了 是啊 港股是這樣沽的 燈都陷了 全都轉了 全都轉了 沽燈 A50可以買 是 港股都差不多到底了 A50不行1211 1215buy stock buy stock 1215buy stock 就是60點 是 是的 好 一中指數說完 回來看看港股先 港股應該可以買的 沽一下沽一下沽了 期貨18150 150 現在 是啊 看看琴子是甚麼位置買 收工 181 1是140 5 stop 5 stop 175 下面是140買 是 上面是5 stop 170 在下面看不看 嗯 這些位置買就是尷尬了 嗯 好 好 看看網友有甚麼特別的問題 應該可以買的 那些沽盤好像走了 剛剛就說了 期貨 那麼 期權方面呢 期權方面有沒有些甚麼 期權呀 我上個星期 是 是 是 這樣 上來 那是 我說 退高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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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跟著我其實我又開回一些 凡是升那麼多我當然是開回一些 潘的 嗯 嗯 嗯 期權又 如果你開期權 潘多少 潘192 190 潘啊 嗯 潘啊 我上個星期開潘 潘我開回 181 177 181 177 就是一成 一張181 就是兩張177 兩張177 兩張177 不跌的 嗯 不跌的 就是便宜一點 就開一成 之前買call 就是看它升的 就是一對一 之前買call 就是一對一 那些put也很便宜 是啊 真的慢 好 這樣啊 應該累了 好 今天和這次打氣 還沒夠了 我們可以回答一下 沒有問題 好啊 今天日本放假 今天日本放假 是啊 海洋日嘛 海洋日嘛 會不會日央行 會不會在歐洲時段再出手呢 之前走了七個日圓 今次走四個日圓 會不會太少 其實我也想問 你覺得上次是不是日本央行出手呢 看它的速度似 速度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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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彈散沒那麼厲害 因為你的彈散最多是一個日圓 有幾天突然快閃一個日圓 然後很快就縮上去 它這些 按一下一個 然後按四 還按三個 它一六一 一六零 一六零 一五七的 這樣下 兩下而已 下來了 然後又一五七 然後走下去 然後第二天 歐洲又一五七 然後美國 到晚上半天三更 又一五七 這樣就沒有了 手法似是有央行干預 但是因為 你現在 你現在 你這次 你跌下來 又不是說 因為很 很急跌的 所以它又 不怕你 還有它越來越有動作 它越來越扭水喉 它會覺得市場 都會有些平倉 避開它 然後它的日圓 就會變得更強 它減少買債之後 它這個月月後 告訴你它減少 減多少買債 那你就知道 它的貨幣真的正在收緊了 政策 那到時 到時那個日圓 自然會有些平倉 但是 在現在這些 抽水 抽水的日子 當然是它一跌到下去 你見它 跌下去 跌到一五九幾 就已經不跌了 接著就由中間 有些干預過 你就一五九幾 就買了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再去一五九幾 跌到一六五的 那些 好像越來越渺茫 是啊 幸好我在它還沒干預之前 告訴你 是一六二的 就叫你們買 去到那些地方就買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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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它干預的 好 那再回答一兩個問題 好啊 有網友想問 油股的 油價跌了一點 就八五七幾千 可以入呢 八五七 三桶油 八七 公國四 有八分零五千 今天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JP那個 Q機做了沒有 就做了 答完這個問題 哦 答完這個做了 那你聽油股 你等一下聽一下教主 教主看淡油 嘩 八五七呢 它如果跌穿這些八塊 呢 它走回來七個半的 啊 七個半到七 哇 起碼會跌下來七個七 啊 你想買七個七到七個半買去 嗯 但是它如果不跌穿八塊呢 給它跌上去 八個二左右呢 那它應該會破頂的了 破高位的了 是 那些 其實今天 三桶油都算是定餘了 漂亮的 漂亮的 你開會 你怎麼會頑皮呢 這些 這些有政策的嘛 8507 386 883 這幾隻都是升的 是 是 有政策的嘛 嘩 繼續 那些比特幣的 那些 ETF 和以太 繼續升 因為那些 它們當然是在外圍 9%了 是啊 是啊 我剛才沽了一些 8%沽了一些 現在都繼續升多了幾次 嗯 待會再沽一點 沽了它 然後希望它低位賣回 好 好 那今天我們選一隻股票 幫你打打起 選一隻什麼 就選一隻八五 不是啊 它想買的 它想買不跟它打起 跌下來給你買 哈哈 今天選什麼呢 今天 那個朋友有沒有 越聞昨天上個星期上到二十六個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走 是 上個星期上到二十六個七的 我 我估了 接著我現在放回二十五個半買 現在二十六元 是的 現在二十六元 今天啊 今天啊 384747 293 是那些油而已 是啊 是那些油服 是那三桶油而已 是啊 嘩 這友邦都在高位下跌了一元 今天早上升的友邦 是啊 友邦都不行啊 哈哈哈哈 五五五五 是啊 友邦呢 其實我今天挑機呢 我就選一隻友邦call 挑教主 我覺得友 教主今天選了一隻牛 八五七 是嗎 上個星期選紅 今個星期選牛 是啊 一會兒說他 是嗎 我以為他又選紅 不是 是 是 這樣啊 這樣啊 選一隻 啊 爸爸又熟了 就選一隻八五七 和他打了 教主選八五七 是啊 哦 那我先打打氣 先打他上去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油股八五七打打氣 好 那我們這個節目來這裡差不多 可以轉頭回來由牛紅TG吧 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轉頭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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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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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